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少12名武装员警进入他的住处 搜索时间长达6个多小时 警方被看到提助大袋子进屋 随后再把装有物品的袋子放上卡车 纳吉的律师哈帕 Harpo Singh Gruel 告诉住守在屋外的记者 搜索应该是为洗钱行为而执行他们搜到的东西 并未显示有罪 他说警方拿走了一些私人物品 包括几个女用手提包 哈帕说 莫石磨重大的东西 大概拿了二到三箱那么多 寻集纳吉是否会被捕 哈帕说 莫有迹象显示他们 警方会这磨作 纳吉在吉隆坡另一区的豪华公寓 也出现属十名警员 目前无法与警方发言人取得联系要求置评 92岁的新任首相马哈的 Mahadir bin Mohammed 先前说 有充分证据足以对纳吉创设的国营一马发展公司 EMDB 所涉数十亿美元的贪腐丑闻进行调查 Mahadir bin Mohammed